我們現在再來把影片跟音樂的部分怎麼做剪接 跟各位講一下 那麼你看我們剛做的 你看喔在這裡 如果我剛這樣做的話 其實我們很明顯的音樂特別長對不對 可是我的影片就到這裡就結束了 那我們先從音樂開始 如果你的音樂你想要用這樣子 那我就單純的話 最簡單的到這邊 我點到了這個音樂 有沒有一個叫分割 上面這裡有一個分割按下去 有沒有1變為2 對不對就可以切斷了 那我們在這邊的剪接其實都是虛擬的 所以它並不是真正剪斷 如果你滑到它的邊邊 你看點到它之後滑到邊邊 有沒有變成這樣 是不是又可以長回來 所以它並沒有真正剪接掉 所以這個你不用擔心 那在中間是移動 中間是移動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可是這樣有個小缺點 也不知道它唱到哪裡對不對 你只能從音就是那個音量上去做判斷而已 音量上去做判斷 所以這是一個單純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比較完整的剪接 我會建議你點到它之後 有沒有叫做修剪 上面有一個叫修剪 或者你點兩下也可以 點一下進來 它內地就有一個修剪音訊的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功能 你付費的標準版 它有送你另外一個叫Web Editor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按右鍵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叫Web Editor 甚至有一個叫什麼 Audio Director 這都是標準版就是 才會額外有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進去的就是所謂的修剪的這個介面 好那你進到裡面之後 你可以看到你 哪裡要哪裡不要 有沒有這個起點跟終點就是這兩個 就這兩個 所以你先聽看看 你想要從哪裡開始 一般來講我們大部分如果說 那個什麼就是 我只是要一段音樂 那通常會前奏啦尾奏啦 但是比較就是比較次要的 我們可能也許就會先拿掉 所以你可以先稍微聽看看 這樣可能從這邊 這樣好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我可能就從這裡 其實你看音波也可以大概知道說 現在音量多少對不對 好我就在這邊開始 我就按下去 然後你就再聽看看 你想要到哪裡 如果我想要到大概這邊 你看這邊音量降低了 好我們先聽看看 有沒有是一個音節段落了 這個時候我再給它結束 當然你如果需要放大你再放大 比較近一點的話 那你按確定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這個位置 把它稍微再調到適當的地方 這樣是不是比較不會有 就是聲音突然斷掉 或者是突然開始那種感覺 那順便提一下 聲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這個是減 所以可是聲音如果你斷的那個地方 跟我不一樣 所以跟我不一樣就是說 你就要在那個這裡 就算你一定要從這裡進來 也不能怎樣 突然爆音嘛對不對 所以要不要淡入淡出 要 那怎麼做淡入淡出 最簡單的可以從上面這個地方 你看我把這個 我換一下 你們這樣有放大嗎 好來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條 藍藍的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條藍藍的線 不是那個上上下下是一橫的 那個就是我們的音量線 音量線 只是我太會選了 五月天那個字好長 所以你會影響到你看那個線 我稍微把它拉長一點 不好意思 早知道不要選這一首對不對 全部都有 但是你看得到 那我這裡用地用這邊 你只要在這裡點一下 點一下 它會出現一個小圓圈 小圓圈就是我們的節點 節點 你看到我在起點這裡按一下 在中點 這裡 有沒有一個小圓圈跑出來 前面這裡 按一下 如果你有到那個點的話 有沒有變成紅色的 你看我離開它是變成這種 就是如果你有移到點的上面 就會變這樣 那我就把它往下往上拉 有沒有往上就變大聲 往下變小聲 所以我也可以調前面這個 這樣就有簡單的什麼 淡入淡出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效果的 所以簡單的淡入淡出 你也可以像這樣去做個調整 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 那我就點前面這個 周間當然你有需要整體調整 就整個往下拉也可以 整個往下拉也可以 所以這樣會不會用的 簡單的可以像這樣子 那萬一如果你都調錯了 因為有些人剛開始操作這個工具 因為比較細嘛 比較不好調 你也可以說 插掉重來 這樣了解嗎 就是把那些點頭都弄掉 重新再來一次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在聲音剪輯的部分 您剛開始簡單可以做的 那做影片呢 所以我們剛用了快轉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不想要快轉 我想要看 可是我又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看 可不可以 剪剪剪剪剪剪 剪出精彩片段就好了 也可以的 所以你看點到它有沒有一個叫做修剪 按一下 好 停用3D模式 是不是進來了 那最簡單的一樣 它就有分單一修剪跟什麼 雙重修 多重修剪 怎麼樣單一修剪 單一修剪跟我們剛剛一樣 叫做去頭去尾 前面不要後面不要就保留中間 這樣是最單純的 那多重修剪就是說 我這段影片因為我沒有分段 我錄的時候沒有分段 所以我可能有一種情形 這一段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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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我不要 這裡我不要 那麼單一修剪就沒有辦法滿足這個需求 這個時候你需要多重修剪 這樣了解那個應用情形 所以我們先看單一修剪 其實你會了剛剛那個這個就會了 你看老師的略過 好 從這裡開始 準備出來了 好 這裡開始 有沒有 點一下起點 好 然後我們就看後面 好 OK OK 好 假設到這邊 這樣終點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 外面就減短了 就這麼簡單 那麼如果是多重修剪的部分呢 你可以一樣點兩下進來 等一下 不是點兩下 按修剪 好 進到多重修剪 你看它會有個類似像放大鏡 這個有沒有 這個藍藍的 這一塊 這一塊 它把這一段再放大一點 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裡面的 第幾格到第幾格 好 如果你需要再放大 你可以把這個時間範圍再縮短一點 好 那一樣的喔 假設我們從這邊開始 好 從這裡 這一段我要按一下 好 往後退 往後退 好 如果沒有的我再往後退過來 好 到這裡這一段我要 這樣這一段去段一就留下來了 我們再往後找 找找看你要哪一段 好 這一段我要 我要 有沒有 第二段出來了 好 就一樣的方法啦 所以這樣過來 這樣 三段確定 外面有沒有要 一 二 三 這樣這段把它也分開了 等於說 不得已我們才進來這裡面做 好 不得已才進來這裡面做 那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每拍的片段 能夠減少這些動作是最好的 為什麼 就負責把 該有的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段影片不是最好嗎 所以大部分我們會減少啦 所以 拍片的時候 很重要 尤其 如果 拍片的不是你 一定要跟他 好好 套好交情 不 爽快的是他 痛苦的是你 哈哈 因為剪接影片真的其實蠻累的 尤其真的不是自己拍的 你沒有規劃好 就會蠻難過的 因為 看一遍絕對不夠 要看好幾遍 才能夠找到你要的 所以要做記號 要做記號 這個是蠻重要的 這樣會不會用的 好 那給你試看看喔 所以你可以把我們的影片 稍微 把它怎麼樣 調到跟我們的影片 一樣的長度 如果最簡單的 還記得嗎 聲音 影片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如果這一段 就到這裡為止 你也可以按分割 有沒有 外面也可以直接分割 這是最簡單的 我就移到哪裡就分割 移到哪裡就分割 就不見得說一定要進到剛剛那個裡面 還有喔 我們的還原有沒有在上面 有注意到我們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還原嗎 你可以 如果萬一做錯 從這邊還原就好了 好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很輕鬆的 把我們的影片的長度 跟我們的音樂的長度把它放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說 有聲沒聲 或是有聲沒聲 這種情形產生 好 還給你